知识改变命运 天道酬勤 学习成就未来 亲生捕捉 朋友们好 我们来学习第十一章非流动资产的第二部分 这一章讲解的是对外投资所形成的非流动资产的核算 好了 所以来看本章的考点归纳 本章讲解四类资产的核算 我们把它归纳成六个考核要点 第一个考点讲解的是以贪欲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我把它称为叫做金融资产的第一类 简称为金一的核算 讲解金一这项金融资产取得持有怎么核算 考点二来讲解第二类金融资产的核算 第二类金融资产就称为以公运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是第二类金融资产 在取得和持有期间怎么来进行核算 金融资产一共是三类 但是只有金一和金二形成了非流动资产 金三就是我们前面讲解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 那个是金三 好 那接下来再来看长期股权投资 这项投资资产的核算 是不是我们购买股票以后准备长期持有 就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来核算 并不是的 它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才能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来核算 所以我们在讲它初始计量时呢 就会说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能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来核算 我们这里呢 讲解长期股权投资 是分成三个考点来进行讲解的 因为里面内容是非常多 在考点三下呢 来讲解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 第一种核算方法 就是成本法的核算 当你投资占被投资企业的比例比较大的时候呢 你的长投核算 就选用成本法来核算 如果说你投资的比例 占受资企业比例比较小的情况下 就有重大影响了 这时呢 你的账上的长投呢 要采用权益法来核算 好 那第五个呢 就来讲解 你投资比较少 在由于追加投资变多了 或者原来投资比较多 你卖类部分变少了 这时就会涉及到方法之间的转换 我们作为第五点来进行讲解 这是长投所讲解的内容 这里呢 我必须要多说一句 我们知道前面所讲解的 说金融资产一共分成几类 一共分成三类 我们单独有一个会计准则 来讲解三类金融资产 它们分别怎么来进行核算 我们把金融资产准则 它所约束的这些金融资产呢 称为金融资产 而长期股权投资呢 它单独有一个准则 就叫长期股权投资准则 来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 由于呢 两个准则 对吧 两个准则吧 同时存在 所以我们经常这么说 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 受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影响 不受金融资产准则控制 所以我们就经常这么说 长期股权投资不属于金融资产 因为它单有准则来进行核算 所以我们后续在学习到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时呢 我们不按照金融资产准则 它所约定的核算方法来进行核算 也就经常简化来说 它不属于金融资产 是这么回事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考点六 考点六呢 就来讲解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呢 就是出租房子和出租地 在账上不再叫固定资产了 也不再叫无形资产了 改名了 改成投资性房地产 这个账户来进行记载了 好 这就是本章讲解的六个考核要点 在这一章呢 教材变化上呢 并不是特别多 我们主要归纳了四个方面 前三个方面呢 我们后面再来进行讲解 对我们考试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如果是有影响的呢 就是第四个方面 在任缴日出资情况下 投资人呢 没有缴日出资 这是在投资人的账上 体现不体现投资资产出现呢 就分两种情形 一种是合同约定了 约定了就体现资产 一种是合同没有约定 就不体现资产 具体的解释呢 我们在后面再来进行讲解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在这六个考点下 以往年度是怎么来考核呢 我们可以看出 长期股权投资 分成几个考点 三四五 对吧 他们都讲的是 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 在以往年度来讲呢 经常考什么题 综合题 就是大题呗 对吧 大家来看 这一系列的统计 只有2019年 没有考核过大题 其他各年 都是连续在考核大题 所以长投的核算呢 这三个考点内容 我们一定要作为 重工之重来把握 在小题当中 他就考的比较少了 他都以大题的形式 给组合一块来进考核了 所以小题考的就比较少 我们一定要把握 长投的方方面面的核算 好 那对于这一章来讲 我们怎么来进行 应试准备呢 这一章所学习的方法 和我们前面讲的方法 正好是一致 前面讲过什么方法 好理解 先理解 好记忆 是吧 这一章的内容 我们很多同学没有接触过 是吧 投资没接触过 那理解起来呢 就比较吃力 对于不好理解怎么办 先记忆 后理解 所以说 在这一章后面呢 我会进行各个考点的归纳 先归纳好了 你先背一背 对吧 然后再来理解 再来做题进行强化和提高 一定是先背 再来理解 这样来讲 投资的核算 我们才会学的更轻松一些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来学习六项 非流动资产的核算 先来看 考点一 以贪欲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核算 它是金融资产的第一类金融资产 简称为金一 以贪欲成本计量金融资产呢 里面包含的内容比较多 但是我们在进行讲课呀 考试呀 只是以其中的一项投资资产 来代表第一类资产 什么投资资产呢 就是它 就是债权投资 有这么一个账户 就叫债权投资 它所代表的内容 说通俗一些呢 就是你准备长期持有的债券 在会计处理上呢 就用债权投资账户来进行记载 比如说我们购买国家的国债 国家发现是三年期的 我们就准备持有三年 好 那你把钱花出去了 手里国债多了吧 在账上 就把它叫做债权投资 我们要掌握住 它初始计量时 取得是怎么核算 在持有期间 我们怎么算收益 就是后续核算 减值了 怎么来进行核算 到期收入本金利息怎么核算 对吧 我们都要进行掌握住 好 那在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当中呢 重中注重是哪个呢 是它俩的核算 一个是贪余成本的核算 还有一个是利息收益的核算 贪余成本呢 在以往年度单独考核时呢 就13年14年考核过 后来没有单独考核过 但是贪余成本不会算 这个利息收益就算不出来 它先算贪余成本 才能算利息收益 你看利息收益 考得太频繁了 是不是啊 我们后面讲解的 利息收益的核算呢 一定要反复来练习 给出数字 我们要快速的 从一堆数当中 能找到我们要的数字 我们能快速计算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呢 我们还要讲解呢 重分类的核算 这里讲的是什么 金一金二金三 他们呢 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金一可以变成金二 金二可以变成金三 他们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那在变的时候 那怎么来进行激战啊 好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考点下 要讲的三项内容 好了 我们下来做一个知识点的铺垫 注意啊 我一谈到铺垫内容 就是一般形成了解的 这了解内容呢 在我编写的经典贴写当中 根本不写 我怕你背 因为考的概率很低 所以我就没必要在贴写上来写出来 你用不用说 我把这个文字给补到贴写上 那不就多次一举吗 是不是啊 这个不用啊 我们了解就可以了 从两点呢 来了解 第一个 就是以贪欲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它都有什么内容呢 就是它分类的内容 包括什么 包括货币资金 哟 我们前面讲的库存现金银行存款 这些货币资金也属于金融资产第一类 对 它就属于第一类 还有我们前面讲的债权 应收款项 贷款 贷款就是银行的应收款项 好 这种债权也属于金融资产第一类 还有我们这里马上要讲 讲课讲到的就是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是金融资产第一类典型的代表 往往以债权投资取得呀 持有啊 来讲解第一类金融资产的核算 我们这个考点就讲解的是债权投资的核算 好了 接下来再来看 金融资产第一类 在划分上呢 它是有相应的条件的 以满足这两个条件 才能划分为第一类金融资产 哪两个条件呢 一般性的了解就可以了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类条件的 应当分类为以贪欲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第一个条件说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 业务模式 业务模式就是你准备短期持有还是长期持有 好 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什么 真有点绕嘴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说通俗一些 就是准备长期持有 好 准备长期持有 不是为了短期的买卖 获得啊 你的买卖价差 好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呢 就是你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那未来收的是什么钱呀 只有说到这两种钱的情况下 这种投资才能作为第一类金融资产 说到哪两种钱呢 说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 在特定日期产生现金流量仅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仅为对本金的收取 还有什么呢 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就还有利息的支付 也就是未来要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呢 就是本金和利息 只不过他利息描述上比较麻烦 这利息怎么算呢 他说了以未偿付的本金为基础为基数乘以利率 来算出来的 好了 那你就不再说这么多了 第二个条件就是 未来要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是本金和利息 才能作为第一类金融资产来合算 这样来讲呢 就把股票投资给排除在外了 股票投资未来是收取本金和利息吗 只有债券投资 未来收本 收利 是吧 股票投资 未来本的客户都收不回来 就不能作为第一类金融资产来合算 好 在今年教育当中呢 还多了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呢 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下 才能把这种投资 作为第一类金融资产核算 它一个非常重要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你过去你持有时间的长短 说你准备长期持有 那如果过去你总是买了就卖 怎么证明你准备长期持有啊 那他要看你的过去 是吧 除了看你过去 还要看你未来把这个资产要想作为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去年教材就说到这就可以了 今年呢 补充了一句 说你看去年的时候 也不能完全依据去年的那个持有模式来决定 今年你是短期还是长期 你看这句话 且不能仅因存在出售情况 或出售超过一定的比例 如果去年你有出售 或者出售还挺大 能不能说我去年出售了 今年我再买的时候 就不能作为金融资产第一类了 他说不可以的 他说 不能只是因为去年的这种情形 而认为管理金融资产要有模式 不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一般性的了解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正式讲解债权投资的三个知识点的核算 先来看第一个 债权投资的初始伎俩 首先我们对债权投资先有一种感性的认识 有了感性认识以后 我们在学习它的账路处理时呢 就容易多了 否则只是被太抽象了 好 我们就以购买国债来进行举例 说我从银行门口一过 我一看 呦 排着一堆老头老太太 我就知道国家发行国债了 因为老头老太太呢 购买国债比较安全 是不是啊 说三年 三年国债到期了 能收回本金 利息可以每年收取 或者到期进行收取 总之 能收回本和利 投资比较安全 好了 那现在假设企业也进行这种安全投资 也购买国债了 那这是你把钱给国家了 国家给你一个债券凭证 给你一个债券 是吧 这个债券呢 对于你来讲就是投资的凭证嘛 将来根据它向国家要回本金 要回利息 现在你购买这个债券了 这是在你账上应该怎么怎么核算 那就是钱减少了 一项投资增加了呗 这叫投资资产 这项投资 如果你准备长期持有情况下 三年到期 我才兑付本金和利息 这时在你的账上 用这个账户来记载 叫什么 叫债权投资账户来进行 记载 记载这项长期持有的债券投资 未来能收回本金 能收回利息 就这么一个特点 叫债权投资 那在取得时 在未来考试是怎么考我们呢 就从两方面来考我们 第一呢 就是让你考你算数 说你已经投资了 账上的债权投资增加了 后面金额写多少钱呀 那金额叫初始确认金额 是怎么来进行计算的 可以考你算数 也考你文字的表述 我们要知道债权投资 这项投资资产呢 应该是二者之和 按什么 按照你取得时的供运价值 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 两者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一般情况下 当时债权的供运价值是多少 叫支付多少钱 换句话说 你支付价款 就是它的供运价值 对吧 要把你支付价款 加你支付的交易费用 两者合计 作为你的初始确认金额 跟我一种感觉就是成本呗 是不是啊 支付价款再加上交易费用 就是成本吧 是吧 好 这是它的初始确认金额 怎么来进行 计量的 接下来它这里还说 如果你支付的价款当中 包含了这个内容 那这时怎么办 企业取得金融资产所支付价款中 包含了已到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这时已到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是不是也计入你的投资资产的成本呢 计入债券投资 初始确认金额呢 这里说 不是 他说 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来进行处理 好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进行说明 比如说我们现在购买的国债 国债标明面值是1000 上面是1000元 看到了吧 好 面值是1000 但是我们买的时候呢 是花了1050买来的 花1050买来的 好 还支付交易费用是10元 比如说你给国家1050 又给银行10元手续费 一共花了1060 听听意思了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 债权投资初始确认金额 写多少钱呢 那就是你支付的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就是1050 支付交易费用就是10 这时债权投资初始确认金额 就是1060 这数会算了吧 文字描述也知道了吧 好 那如果说你支付价款1050当中 含已到负义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那在这种情况下 债权投资还是不是1060呢 就不是了 要从1060当中把这个20 这20叫什么 已到负义期但尚未领取利息 给剔除出来 只把其中的1040 作为债权投资的初始计量金额 那你说我花了1060 这只只形成1040资产 那20形成什么了呀 那20呢 形成另外一项债权资产 因为已到负义期了 还没有收回来 你现在呢 持有这债权以后 马上就能把这笔利息收回来 现在你在付款购买它的时候呢 你花这20呢 进入一项债权 叫应收利息 叫应收利息 好了 那记住了 花了1060 1060当中 喊20的已到期 但尚未领取利息 会算数就可以了 那摘金投资写多少钱 写1040 听起来吗 这是第一种考法 好 算数 让你算 初始计量金额 第二种考法是什么呢 就写会计分路 数师考会计分路 考的比较少 但是呢 如果他考核了 这分路我们也要会写 对这分路的书写上呢 很多初学学员找包北 我们教育大家一种方法 这是呢 你非常容易的 能把这分路写出来 好 我们来看 这里呢 有两个分路 一个分路呢 就是你在购买债券的时候呢 你多花钱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少花钱呗 那合肥多合肥少呢 就是与面质比较 你花钱比面质多 就叫一家购入 你花钱比面质少 就叫折价购入 我们先来看 左侧 这就是一家购入的 来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一千零六十 是吧 好 一千零六十当中 还含有一到七 但上海领取利息二十 这是这分路怎么写 先考虑 一共花多少钱 一共花一千零六十 从账上要反映 银行存款减少了 一千零六十 银行存款减少 是既贷方 所以贷 银行存款是一千零六十 对吧 钱没了 手里向国债增加了呀 要增加 债钱投资吧 但是在增加债权投资之前 我们先把你那个二十先进行核算 那二十是什么 来重复一遍 已到复一期 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是不是一千零六十当中 包含的这一部分呀 把这部分呢 单独作为什么核算 作为应收利息来进行核算 形成一项债权资产 也就是你现在支付这二十 现在支付了 过两天我能收回来 所以不记住你的投资债价 形成一项债权 好 这是支付这二十 增加应收利息了 一千零六十当中 有二十形成应收利息了 那剩下的一千零四十怎么办 就形成你的一项投资资产呗 这是账上形成债权投资 在总账上 应该是 几多少钱 几一千零四十 但是我们在写分录的时候呢 支写总账还不行 他要写出他的明细科目 有两个明细 一个叫成本 一个叫利息调整 成本是什么呢 成本就是你这个债券的面值 不管你花多少钱买的 成本都支写你的面值 好了 那总账上应该是一千零四十 现在面值是一千 那还少计四十呢 那四十就写在利息调整账户就可以了 停一下 我说一千零四十 一千写成本 那四十写利息调整吧 对吧 实际上 利息调整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算 怎么算呢 就是你把银行存款写出了 应该是利息调整 债券的投资 成本就面值写出来了 然后你用全部账户借方 和全部账户贷方 进行PK一下 看一下哪边小 哪边小 哪边写利息调整 这样呢更快一些 来我们看 这里 应该是利息二十 债金投资一千 银行存款是一千零六十 很显然 借方的合计是多少 一千加二十 一千零二十吧 贷方呢 是一千零六十 很显然就是借方小呗 借方小 差了四十 这四十呢 就写在利息调整 这个明细账上 哪边小 哪边用它来进行找评 哪边小 哪边写它 现在借方小就借 借权投资 利息调整 是多少 就是四十 写完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借贷计账法的快捷分路 应该是借方合计 等于贷方合计呗 借方一千四十 二十 贷方 那就是一千零六十 这是这笔分路 就写平了 对吧 所以利息调整 怎么出来的 道解出来的 知道了吧 好了 我们再来看这句话 这句话呢 在比较早的考量中呢 曾经提到过这句话 我这里解释一下 你明白怎么回事就可以了 我们在购买这个债券的时候 面值一千 我花了一千零五十吧 多花钱 就是溢价 那这五十溢价 是什么 五十溢价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它这表述的是 购物方 预先垫付的 预先垫付的 先把钱付出去了 是垫付 将来各期 多得利息的一个代价 说 你现在垫付的 为什么垫付呢 因为你将来要多得利息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溢价购物 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就是 你投资的这个 债券 它的票面利率 我简写票利啊 大于市场上的实际利率 大于市场的实际利率 大于实际的市场利率 假设 实际市场利率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那你买的投资呢 那就是你的孩子呗 对吧 那你的孩子 在你买了以后 将来获得收益 将高于别人 购买债券的收益 别人购买B公司 C公司 E公司债券 获得收益少 假设10% 而呢 你购买债券呢 假设30% 好了 那你买的债券 将来收益高吧 你将来收益高 现在你就要多付钱 现在怎么着 现在要多付钱 那看看 你现在多付钱 就是溢价呗 就是这回事 由于将来 多的利息 现在呢 就要多花钱 这就是你购买时 支付的溢价 怎么回事 我们要知道 好了 那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 溢价进哪个账户了 你在购买时 支付交易费用 又进哪个账户了 来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假设是 花了1060 也不谈那个什么 1060当中 含的一道题 在商务业 领取利息 把钱剔除掉 我们好解释 好 现在你花了 1050的价款 这价款当中 没有一道七 那就是 它就是供兴价值呗 有支付交易费用 是10块 那我们在写份录上 怎么写 但银行存款 是1060 然后没有应付利息 就可以给它 钢掉了吧 对吧 然后就形成 债权投资 沾投资 成本明细 写面值 写1000 然后拿1060 和1000比较一下 那这方小 就借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是60 这样 这笔弗笼写完了吧 我们可以看出 你花了1060 成本写1000 然后多花那60呢 就记载 利息调整 这个明细科目了 这是一个 资产账户的明细 是吧 债权投资 资产账户的明细 这60就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你多花 那个溢价50 还有一个 你支付 你交易费用 是10 一共60吗 对吧 那现在 你说你花了 1060 那未来到期的时候 只能收回多少钱 只能收回1000 对吧 那就无非 多花了60吗 这60怎么处理 注意 这60呢 不要记录 你在购买债券 当期的费用 不要记录 购买当期的费用 记录什么费用 这债券持有三年 就把这60 贪入以后三年的费用 持有五年 就贪入以后五年的费用 它是这样一种处理的 所以在你购买时 你多支付的溢价也好 支付的交易费用也好 都记住利息调整了 记住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这个明细了 为啥叫利息调整呢 就是你现在多花60吧 调整你以后的利息收益 我们进行债权投资了 以后每期期末 是不是要算一下 我投资收益呀 那现在你多花钱了 现在多花钱 充减以后各期的利息收益 也就是调整以后 各期的利息 所以现在你在支付的时候呢 你就增加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好 就记得这个明细科目就可以了 将来用这个科目的金额呢 在以后呢 进行摊销 这可以理解就是溢价和费用吧 但就是溢价吧 现在发生溢价了 要在以后各期进行摊销 调整以后各期的收益 是这么回事 好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 溢价取得时的核算 折价呢 跟那道理类似 涨入原则 折价很容易算出来 好 现在假设是这么一种情形 支付价款900元 面值还是1000 支付交易费用是10 假设支付价款900元当中 有1到7 但上面领取的利息20 那现在债权投资 初始确认金额 写多少钱呢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你支付价款900元 再加上支付交易费用10 一共花了910吧 把910当中 那个1到7 但上面领取利息 给踢除出来 踢除后的余额 就是债权投资 初始计量金额 会算了吧 分路怎么写 来 再来看分路 带一行送款 花多少钱 花910 然后910当中 有20是一到7 但上面领取利息 这个是进入应收利息 是20 然后用910减20 剩余额 都要进入债权投资 作为它的初始计量金额 但是 进入债权投资 怎么写呢 先写成本 写它的面值 对吧 然后那差额 就进入利息调整呗 这就看一下 到底哪边小 咱就去看全部账户就可以了 像借方多少 借方是1020 代方呢 银行送款是910 可以看出 1020和911比 哪方小 代方小呗 代方小 900差额都挤入 代 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就可以了 那 这里是110 好了 这就是我们 折价时购买的处理 我们把 记载 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代方的金额 这是哪方 代方的吧 代方金额 我们叫折价 那记载 借方金额呢 这个就叫做 溢价 大家呢 先记住了 溢价 寄哪方了 记住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借方了 折价呢 记载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的 代方了 你也可以这里理解 溢价就是一种费用 费用增加进哪方 费用增加进借房 折价呢 折价就是一种收入 收入增加进代方 收入增加进代方 那也能快速识别出来 溢价当时是几借房 折价进这个账户的代方 可以吧 好了 来看 折价呢 就是购书方 预先取得的 以后各期 少取得利息的补偿 这就是折价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来看这道题目 通过这个题目 再来检验一下 你是否记住 它的文字描述 是否掌握住 这数毁算了 我们通过这个题目呢 一 来掌握住数毁算 提高我们的计算速度 未来考题 就这么一种形式 二呢 通过这个题目呢 我们还要掌握住 取得时 它的分路的处理 来 我们看这个题目 贾公司于2019年4月1号 购入面值是1000万元 得三年期债券 并划分为债权投资 告诉你 作为债权投资 来进行核算 并准备持有几年 是持有三年 实际支付价款呢 是1100万元 1100万元当中 含你到飞机 但上面领取的利息 是50万 另支付 好 这个5万是1100以外的 在未来考试时 它可能是1100以内的 一档加以注意 这里是另支付 这样你的总代价 就是1100加5 然后他问你 该债券投资的 初始入上金额是多少 初始入上金额 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 先找到你支付的总代价 支付的总代价 支付的什么 总代价 那支付总代价就是 你支付了一支付了 是这里又看看啊 支付1100 1100是一个债价 然后又支付一个5万 从支付总代当中 剔除那个已到期的 而上面领取的利息 是多少呢 是50 那最后 它的那个余额 这余额 就是你应该记住 债权投资 它的初始计量的金额 那就1055呗 所以答案选了C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吗 思路清晰了 做这种题目 还是非常快的 对吧 来 那分路怎么写呢 经过我们前面讲解 你自己先写一遍分路 看看分路能不能写出来 来 假设你已经写完了啊 来验证一下 我们写的过程 在取得投资时 先反映总代价 代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减少了 写11005 11005当中 有多少基础债权投资 有多少基础债权利息呢 先来看 那50基础债权利息 基础债权债方 对吧 剩下余额都基础债权投资 怎么写 先写债权投资成本 写它的什么值 面值 然后 该写利息调整了吧 看看哪边小 现在借方是1050 代方的是1105 很显然借方小 就借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是55 看到没有 好了 那如果在未来 让你写分路时 你能写出来 如果他说 债权投资初始计量金额 就指的是这两者合计啊 指的是总账金额 一个是借方的 1000 还有一个借方的是55 两个都是借方 那总账金额就是1055呗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它的初始计量金额 对吧 投资 期初的债权投资账户的余额是多少 是1055 这就是期初的入涨金额 有些时候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 什么 期初贪余成本 这是不是在刚开始取得投资时啊 刚开始取得投资时 那入涨金额叫什么 我把它叫做 期初的贪额成本 既然有期初 那将来就会有期末呗 未来考试会考后 我们期末的贪额成本 那这个是后话 我们再来说 先先知道 期初就是购买 期初的贪额成本是多少 就是初始计量金额 好了 那对于这样投资来讲 我们稍微拓展一下 如果你支付加管是800 怎么办呀 怎么核算 还是这二思路 支付加管800情况下 带银行存款 总贷多少 800加5 是吧 就805 然后把那个一到七 但上面领起利息 做应酬利息 然后805 减去50后的余额 都记住债权投资 所以他的初始计量金额 先写他的名细 成本名细写1000 再写利益调整了吧 利益调整写哪方 那边少写哪方呗 是吧 借方1050 1050 代方805 很想让代方想嘛 那就是把它差额 1050减去805 那差额 但债钱投资 立即调整 对吧 上面这个叫什么价 叫溢价 下面这个叫 折价 溢价是一项费用 增加级借方 就记账户的借方 就是一个投资资产账户借方 那 折价是一种收入 收入增加级借方 就记住债钱投资 这个资产账户的借方 看到了吧 好 那这是我们初始投资时 相关的分路的处理 是 我最后来 这个资产费带 你不说 太阳 我最后来 你 不说 我最后来